感觉 嗯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感觉 那就说明还是见效了 你怎么刮出这么一个衣裳来 哎呀 最早是毛领事她夫人 带着毛领事 毛领事她夫人是在一个报纸上看到的一条消息 然后她就打电话 打完电话以后她就去了 毛领事她不是打打多少输球吗 把这个肋铲在这给弄伤了 一下就好了 然后毛太太呢是膝盖 膝盖 然后她一摸完了再不疼了 就一下也都是一下就过电的感觉 我那天结果她就她第二次治疗以后 她就把她带到领事馆 然后那些人都都觉得好了 都是腰啊要不紧了 后来她第三次她们在麦首堂约了 她就给我打电话 她说你来试试 她说我看你挺痛苦的 每天有一个腰带 我说那就行了 我们就去了 去了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看着我那走路姿势都不太对了 然后过一会儿 第一下弄完 我说真是腰一下就轻松了 不像人类那么紧了 然后呢她就正好我们那天只去了六个人 张大师说 我现在火炉子正旺呢 你们要是 完了后来毛眼神 那我们要不能再来一次 那行啊 我们就又一人又做了一遍 一下就轻松了 一点都不疼了 而且我是周二拍的片子 周二拍的CT嘛 三四五加第一都有问题 我这星期五还是星期三找她去 我那时候都觉得绝望了 我扎春秋也不好 然后怎么着也不好 我们那些朋友都知道 我好几个月都坐不了凳子 也那边老站的一个人 只有一下就弄好了 我原来进了屋里 我都不敢找凳子 看人家坐着特线了 现在我进了 哇你是哪儿拆的 内树的 树山 你送上去了以后 可能它会扩散 会扩散以后 呢